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如意传里面 真正的宫斗大戏也算是刚刚的拉开了帷幕 是从皇后复查时去世之后 如意经过重重艰难 终于当上了皇后 可以说看剧的小伙伴们都是十分的开心了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大女主终于如愿以偿 她当上了大清的皇后 当然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 我们的家贵妃就不是那么的开心了 但是在最新红新的剧情中 由皇太后后贞管举荐给皇帝的嫔妃书贵妃义欢 经过多年的期盼终于有了身孕 本来已经放弃了怀孕的执着 却意外又有了孩子 对于义欢来说 真的是天大的好事一见了 当太医替书妃把脉诊断的时候 告诉义欢和皇上 她已经怀了有两个多月的身孕的时候 节目编辑的人也是十分的有心 电视剧中当即想起了一种震惊不好的音乐声音 而乾隆自己本人也是一番惊讶和奋计 她眼神终一化而过 随之代替的是一句 甚好 只是乾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手却不自觉地拿起了杯子 可惜乾隆不快滴着个小细节 没有被义欢给察觉到 当义欢听到自己怀有身孕的时候 已经热泪灵狂了 义欢是那么的爱乾隆皇帝 好不容易自己有了和乾隆的孩子 义欢已经觉得这个是天大的恩赐了 义欢自己也说本来以为是自己身体的底子不好 所以不能有身孕的这件事情 也慢慢地接受了 所以半年来做太医药就慢慢地停止 而在义旁的太医 听到义欢的这番言辞就说 都是做太医药的功劳了 当然在义旁的如意自然 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了 足以身知皇上计会太后 所以在义欢的做胎药中动了手脚 而义欢这次能有身孕多半 也是如意劝阻 他继续喝做胎药的功劳了 但是老婆怀孕有了自己的孩子 作为亲爹的乾隆 并不是那么的开心 因为乾隆一直忌惮太后 乾隆觉得义欢是太后送给自己的人 之前义欢刚送进宫的时候 乾隆就安排太医 在义欢的做胎药中动了是手脚 让义欢不能有身孕 而乾隆万万没有想到义欢求子心切 爱而不得就逐渐的死心了 索性的停了做胎药 这才如今便有了身孕 如今老婆有了身孕 也只能让义欢生下自己的孩子 乾隆自己总不可能亲手去害死自己孩子 而服用一样做胎药的燕婉 听到一宽怀孕 之后自己简直气得要死 燕婉觉得他们俩个人服用的药 是一个样子的 如今义欢已经有了身孕 而自己还没有动静 自己更是嫉妒的要死 随后燕婉就让自己的宫女出宫 去看了自己的做胎药的方子 是不是出了问题 没想到结果却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服用 它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做胎药 一直都是避孕药 而由于自己长时间的服用 已经伤害到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在想怀孕的话 可能会有些难度的 燕婉恨自己 当时不该去偷一欢的药 恼怒之下的燕婉 把这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如意 燕婉觉得如意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 而如意经常会提醒一欢 不要继续喝多胎药 对自己却不管不问 燕婉觉得自己曾经多次帮助如意 都不能换来她的真心相对 也因为这件事在心里扎下了根 从这开始之后便恨着了如意